第二三題 光線由於介質射入另一介質 其路徑如圖所示 則光線1、2、3的速度大小關係為何 我們從圖上的箭頭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1叫做入射線 這個2叫做反射線 而這個3叫做所謂的折射線 那麼入射線跟反射線是在同一個介質中 我們知道 波數值跟介質的種類及狀態有關 跟波園的正幅頻率無關 所以1跟2在同一個介質 所以它們的速度是一樣的 所以1會等於2 再來我們看到 這個的入射角叫做30度 這個的折射角是60度 所以折射角變大 根據折射定律 入射角折射角比較大的 代表光速比較快 所以3的折射角大 所以代表3的光速大於1 而1會等於2 所以第二三題問我們說 折光線1、2、3的速度大小關需而合 我們答案選的是C 3大於2等於1